大家好啊 这位女士 被中美两国政府同时以危害国家安全 其实也就是间谍罪 判处有罪 被中美双方都判处有罪 都涉及间谍罪 这个类似的情况啊 这种情况非常的罕见啊 这位女士应该叫高瞻啊 高瞻远瞩的高瞻 这个人呢 曾经是美国的英雄啊 被誉为美国的英雄 当做英雄人物 后来成为美国的累赘 这篇文章我觉得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在美国住过十年以上的人 对这个当年轰动全美的高瞻案 应该不会陌生啊 好像关于这个华裔 这个科学家 或者是在美国的政府机构 包括情报机构里边 所引发的这种间谍案啊 或者说对美国的中成栋的 这种案件也不少了 之前前些年 我记得有一个叫李文和案 后来在这之前 还有那个金无怠 是吧 金无怠的案件啊 涉及到余政生的哥哥 余强生 叛逃美国的事啊 其实我知道很多年前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武官 一个武官 实际上就是一个军事谍报人员啊 他就叛逃到美国去了 这个很正常 因为什么呢 因为武官就是住在其他国家 大使馆里边的公开的军事谍报人员 就像各国的大使馆 也是公开的情报搜集机构 这很正常 但是他叛逃 当然这里边有不正常的地儿 有偶然也有必然 而且据我所知 前些年 这个中国驻南美 驻南美洲某国 一个武官 是一个年轻的啊 也许是个武官助理 或者副武官 他在回中国的路上 应该是在美国转机的时候 这个人现在失踪了 过去了也二三十年了吧 他和他的原来的同事 同学 家人 没有任何联系 这个人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应该 应该是 他叛逃到美国那边去了 在美国转机的时候 后来据听说 据听说他和他的上司 发生了一些摩擦 闹了矛盾 他可能预感到 或者恐惧 回国以后 可能会对他不利 可能是他自己意测的 反正这个人 二三十年之后 现在他都消失了 我跟他身边的一些人 有一些些的来往 还有一个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 一个参赞 是一个新疆的维吾尔族 他也叛逃到土耳其那边去了 因为维吾尔族和土耳其族呢 他们都是突厥人 他们的语言 百分之三四十都是通的 而且他们都是信仰 伊斯兰的穆斯林 从他内心 他比较倾向于土耳其 当年啊 跟着蒙古大军 或者其他的游牧的帝国 游牧的政权 就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大概就在元代 元代或者是元代之后 这个元朝前后吧 就打到了土耳其 现在他们就定居在土耳其 在土耳其的某些省 就有聚居的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都有 包括1949年之后 有一部分哈萨克人 从新疆 经过克什米尔 经过巴基斯坦或者印度 最后辗转来到了土耳其 曾经住在土耳其 一个湖泊当中 一个小岛上也住过 后来又迁走了 在我看的这本书里边有 在这本书里边 在游牧世界 一个日本人 在一个土耳其的游牧民家里边 他住在他们家 这叫田野调查 这里边设计过 设计过 所以我看书 我学知识 我是从很多书 从很多人 从看书和聊天当中 吸取很多知识 我是不是死读书 读死书 好了 这扯的有点远啊 然后咱们说说这个高瞻啊 高瞻南京人 来自南京啊 现在只能叫from南京 你没法说 他也许祖籍不是南京 是吧 但是他是从南京出发来的美国 是吧 就像中国说的老乡 家乡 是吧 英文里似乎也没有对应的词哈 是叫home town吗 是吧 尤其中国的老乡 这词老外好像没有 所以中国人这个概念和老外 还有差别挺大的 这个culture history 这个文化历史差别很大 他到 他从南京过来的啊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拿到社会学博士 学位后 在美国的叫美利坚大学 美利坚大学是 American University吗 做社会学研究 那就叫博士后了 是吧 博士 这个博士后 博士这个毕业之后 博士后应该是 他丈夫叫薛东华 是一个计算机的工程师 一个computer的engineer 持有绿卡 他老公有绿卡 他们在2000年生有一子 儿子叫Andro Andro 按美国法律 算是美国公民 高瞻一家呢 2001年啊 这都19年前了啊 回国期间 在北京首都机场 被中国国家安全局 以间谍罪逮捕 随后 高瞻和薛东华 被分开拘留 必须分开 怕你串供 他们的儿子Andro 则被送去一个幼儿园照料 当时呢 中国破获了一起很大的台湾间谍案 对 关于台湾间谍 我这有好多资料 上次跟大家聊 还没聊完 就是尤其是1949年 中华民国签到台湾之后 这个台湾军队里边被策反的人员 我这也有资料 哪天再跟大家聊啊 经查明 高瞻是中间联络员 他是一个中间人啊 若干天后 他丈夫被释放了 和孩子回到美国 那么看来他老公薛东华 可能是不知情 薛东华回美后 他东奔西走 积极的游说 游说 人权组织啊 Home Rights Home Rights Organization 媒体 Media 国会议员 呼吁他们营救高瞻 3月12号开始啊 3月12号开始 包括CNN啊 这个在内的美国各大媒体 都在最重要的显著位置 和重要的收听收看的时段 连篇累读的报道 高瞻被拘事件 被拘押啊 几乎所有重量级的主流报纸 都发表了社论 声援高瞻 并对中国的人权 进行猛烈的抨击 美国的政治人物也都出来了啊 3月30号 经过 美国国会议员的特别安排 薛东华被允许突击入籍 就很快的啊 突击就不用排队了 不用排期 加入了美国国籍 入籍宣誓仪式 在国会大楼前高调举行 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 出席了宣誓仪式 并发表演说支持高瞻 一致要求中国政府马上释放他 为了能让美国政府营救高瞻 更有法律依据 美国国会在当年还提出一个议案 能让高瞻免宣誓入籍 本来是把这个加入美国国籍 要有一个现场的宣誓仪式的 这个我们都看过视频 世界各国的新移民到美国 想加入美国国籍都要向美国宣誓 有那么一段誓词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鲍威尔就是一个黑人 他是来自雅买加的移民 他也当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应该称他为鲍威尔将军 叫科林鲍威尔 和美国总统小布什 台湾叫小布希 均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要求 要求中国政府以人道理由释放高瞻 人道什么叫人道呢 你老公和孩子在美国 孩子又小是吧 那就不应该再关押你 孩子需要母亲 老公需要妻子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 中国政府被迫做出让步 判处高瞻有期徒刑十年 并同时同意保外就医 从而高瞻回到了美国 保外就医就说你有病 判处你十年证明你有罪 然后又同意你离开监狱 保外就医回到美国 证明是吧 中国政府还是对人道主义 这种的压力 他是做出了让步啊 当时的高瞻红光满面 春风得意的回到美国 受到美国媒体和议员们 英雄般的欢迎 在机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高瞻有一句意气风发的发言 他说 为什么我在中国的法庭上不害怕 因为我的背后有美国 美国的众议员们则胜赞高瞻 称他是一位美国英雄 并允诺将尽快给予高瞻 美国公民身份 高瞻的春风得意呢 并没有持续很久 很快 美国联邦调查局 就是FBI啊 和移民局同时提出控诉 称高瞻是中国间谍 这就不对了 逻辑上不通啊 是吧 他要是中国间谍 中国政府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抓他呀 是吧 理由是FBI和移民局早在2000年 就秘密监控高瞻 原因是高瞻在2000年 没有预先申请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了 在管制名单上的高端产品 获利50多万美元 那2000年时候他挣50多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300多万将近400万 那得顶现在的钱 按照我的对中国物价的衡量 每七到八年物价翻一番 当然中国的房价还不止啊 比这快多了 就普通的物价 那他三四百万 那得顶现在多少钱 是吧 1000多万 2000万 这些产品是486 486是一个计算机啊 486均用芯片 高瞻以440美元一片的价格买入 哇他暴力啊 然后以6700美元一片的价格 卖给中国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 合计80个军用芯片 这暴力啊 440他卖67 要是6600就是15倍了 是吧 他是15倍 15.25倍 15倍多的利润 而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 是专为解放军PLA 研制最先进雷达系统的 政府的军工企业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雷达集团公司 叫瑞达在石井山的卢谷路 那儿呢 有一个家属叫二胖 叫二胖 姓王 二胖的媳妇 我想想姓什么 二胖的媳妇也姓王 他们俩好像都姓王 二胖的媳妇 黑龙江哈尔滨人 1994年 我跟他同时在一个公司工作 商业部 商业部的中商集团 我是贸易二部的副经理 她是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个女的 王斌 对 这是王斌的老公叫二胖 我还去过二胖他们家 二胖是干嘛呢 卖药的 俗话说的好 节道卖药 是吧 这利润非常高 二胖客户不多 其中有一个 就是中国瑞达 也就是雷达 做雷达的那个集团公司 属于电子部系统的 当然做雷达的 跟军工 跟军队肯定有联系 他妈是那的老职工 可能他爸也是 这个二胖卖点药 其中一个客户 就是他们这公司的医务室 由于证据确凿 高瞻很快认罪 从而患得 从轻处理 同时在审理期间 他积极参加民运活动 民运啊 就是民主运动 海外民运啊 民运就是 民主怎么说来着 democracy democracy action 发表很多 反中国政府的言论 并在此期间 突击生了俩孩子 他有一个孩子 又生俩 是吧 这样的话 他就怕进监狱 在中国也是 比如说女的判死刑 怀孕了 不判死刑 据说有一女的特漂亮 判死刑 结果怀孕了 后来说是典狱长 监狱最高首长的娃 他勾的他 是吧 湖南部有一个女贪官 在被审理期间 勾引了一个 预审处的警察 就是提审他的人 审讯他的人 跟那个人发生了苟且 然后给他通风报信 一个女贪官 湖南的 大概啊 他是想以如此的手段 来取得法官的同情 首先避免被驱逐回中国 同时希望能以 孩子幼小为名 免除牢狱之灾 这是这女的吧 高瞻啊 旁边是他老公 还是律师啊 应该是律师吧 不清楚 那小孩是他儿子吧 你看 是吧 这个 他女儿子拿一个美国的星条旗啊 表示忠诚于美国 还拿了一束花 不过高瞻最后还是被判 七个月的监禁 没收五十万美元的非法收入 有些钱你不能赚 这些钱咬嘴 咬你的嘴 或者咬你的手 会给你带来麻烦 是吧 其实啊 我常说的一句话啊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而且呢 人要做钱的主 不要做钱的奴 钱是为人服务的 你不能被钱所支配 对吧 成了你为钱服务了 应该是钱为人服务 好钢用在刀刃上 你赚钱的来路 一定要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清清白白 否则 是吧 这就有后患 是吧 即使没发现 你这种提心吊胆的滋味 是吧 他也会折磨你 除非你真的是个畜生 是吧 一般人都会受良心谴责 都会提心吊胆的 而且还罚了他八万美元 你看得不偿失吧 你吃到嘴里的肉 还得吐出去 然后还得额外 再让你付出代价 他丈夫以逃税罪 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 美国可以跟这个 这个这个执法机构 或者是法院啊 检察院啊 警察局啊 可以协议认罪 协议认罪 或者变成污点证人啊 都可以 这个作为认罪交换条件 美国司法部给予了 不驱除高瞻 并提供政治避难的允诺 全世界啊 你看以巴塞罗那 我在巴塞罗那为例 我们这个巴塞罗那 有世界上 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的侨民 美国是两百多个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 在美国都有侨民 而且是这样 美国保护一切 在本国受到歧视 被边缘化的 或者说白了 被迫害的 当然这种迫害 也可能不是真的啊 不管是真的假的 疑似的 还是确凿的 美国保护一切人 你比如说 这个黎巴嫩 黎巴嫩60%是穆斯林 40%是基督徒 主要是马龙派 不管你是穆斯林 你还是基督徒 美国都要你 叙利亚也是 是吧 你比如说乔普斯 乔普斯就是叙利亚人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穆斯林 也许不是 是吧 我看到他的材料里边 没有提到这一段 也许他就是叙利亚的少数民族 少数族裔 也许就是基督徒 是吧 你比如说伊朗 伊朗人 大部分是什叶派穆斯林 但是 这个巴列维王朝 被推翻的时候 巴列维王朝的那些高官 很多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包括伊朗 有一个叫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 伊朗有 以色列也有 这部分人在以色列不得一儿抽 也有移民美国的 我在北京就认识一个伊朗的巴哈伊教徒 一个女性 她的两个孩子和我儿子 是一个小学的 算是校友 我呢 就跟她聊过天 她说她伊朗人 后来移民到美国 拿美国的passport 我说那你是Muslims 她说不是 她说她是巴哈伊教 是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 你比如说 埃塞俄比亚的黑犹太人 是吧 应该叫法拉沙吧 黑犹太人 美国也要 是吧 你比如说那个 好像是 脸书吧 Facebook吧 那个创始人 叫谢尔盖布林吧 就是美国的 就是俄罗斯的 苏联的犹太人 美国也要 就世界各国的人 而且是所有国家里边的 所有族裔 所有的信仰群体 美国都要 就这一点 这个胸怀 可能除了美国之外 真的没有第二个国家 就连这个 像我们西班牙 也做不到 也差点 英国可能也差点 是吧 英国可能做得到 它国力又有限 为了体现 美国的人权 Home rights 美国法院判决 还让高瞻 和她丈夫 分别入狱 以免孩子 无人照料 对吧 你先进 我照顾孩子 等过一段 你的刑期满了 你出狱 我再入狱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看起来高瞻 很快就能 重新做人了 再进入美国社会了 哪知道在此期间 移民局 与司法部 美国两个 不同的执法部门 在高瞻问题上 干起仗来了 干仗 这个像东北人写的 东北人说干仗 是吧 你到东北吧 东北人说话 比较天生 带喜感 比较夸张 是吧 这个俩人吧 北京话 俩人要打起来 动手了 叫打架 东北说 俺俩干仗 俺俩干仗了 俩人干仗 或者俩人打仗 打仗 在北京话 是战争 是war 但是在东北 打架就叫打仗 有意思吧 好吧 谢谢大家 打仗人打仗了 打仗人打仗了 打仗人打仗了